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今天去看一个车 一个朋友租到一个二七的霸道 他们几个人一起去阿里 在路上不小心撞车了 把钱连撞烂了 好像伤到了基盖 大灯 前杠 东网 还有那个水箱 不知道有多严重 看了一下图片 反正还是随时有点大 但是发轮机都快没上到 他从阿里背回来着 背回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遇到好几次这种事了 前两年去在阿里杂志南摩托 旧言那个霸道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山东老个猪的车 所以他也通知了这个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跟他说了 我的车子没保险 包不了保险 就自己修 而且还不允许他自己修 他这个车子也是这种情况 我问他有没有保险 他说好像没有保险 然后我叫他 我说你跟租车公司协商 看看你们怎么修 对吧 有的租车公司是不会让你单独在外面修的 他们租车公司自己拿回来修 修了多少钱 你们自己修不钱 但是这个情况的话我发现有个问题在里面 就是说 如果这个车子没有保险 他租车公司怎么敢把它租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假如说这个车子没有保险 租车公司没保险的车 租给你们 如果说出现问题 那对不起 这种问题的话要租车公司承担 没保险 我都没搞懂这是什么情况 当然这个我们不去做过多的评论 只是先才去看看吧 看看损失有多大 看看租车公司允不允许他自己修车 唉 没办法 去看看再说 走啊大哥 好 好了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当然了这个车的话 他也是跟租车公司联系了的 这个车也跟租车公司联系了 联系了的话租车公司不知道他们怎么协商的我不知道 其实他如果不允许他自己在外边修的话 那也没办法的事情 对吧 但是这个协商看他们自己去怎么处理的 唉搞不懂 说的是没保险 我就服了 如果是租轮公司挂着租车 那这种租轮公司的话 没保险的话是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街上车主了 那是经过车主允许拍的哈 要不然的话 我一般这些东西也不拍的 唉 车子现在还没有到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 因为这个车的话 说真话 在西藏材料价格也比较高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像这种情况 如果说真200斤你是租车 如果说没有那个 没有保险是不允许的 我跟你说 这种情况看你们自己去协商 当然我也没 只能够跟你说到这里 接个电话 电话 当然这个路在这里无所谓 就是说允许发就发 不允许发就算了 没事没事没事 不是可以算 你们是租住住宁公司的 对 签了住宁合同没有 没有 没有签很多 合同的这些东西 你不说吧 行吧 但是我们看到车子在说 先看一下车 先看一下车 从阿里背回来的车 就在这个车里面 我们上去看一下 在里面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翻上去看一下 现在这个278的已经回来了 17款的 嗯 它是追围着一个路循拖车钩上 看到没有 大梁没受伤 然后前面的这个防装梁 铝合金防装梁已经特地从这里 装的比较厉害 来了 中网 这边一个大灯 哇 然后一百台一百台也乱了 那边 夫妻郎爆了之后一百台也乱了 主妻郎也砸了 这个车子损伤有点严重 这边这个大灯脚应该是断了的 我看一下 这大灯脚绝对断了 哎 不止一个大灯啊 老大啊 我把 机盖打开看一下 现在我把机盖打开了 初步看到这损伤 就不用说了 这前面防装梁 铝合金防装梁 这就是陆续的流氓钩 撞了的 前杠 中网 两个大灯 然后几块试板 包括这个水箱的导风板 还有机盖 还有风圈 还有一个水箱冷凝器 看一下这个流氓钩 这就是陆续的流氓钩 把这里直接里面装了 龙门架 龙门架 龙门架我们来看这里 看到没有 下面那个位置 就是陆续在那个流氓钩 已经去的到 好像听他说 把别人在陆续装了 还赔了别人四千块钱 这个车没保险 而且他们也没签合同搞到 哎呀 这车损失还是有点严重啊 说句实话 两个大灯都已经废了 牛门构直接从这里钻进去的 他追尾别人 这损失有点大 他们又没有签合同 租着车 没有保险 连交枪 连那个三者险都没有 交枪险肯定有 然后车损险更没有 哇塞 哎呀 我再看一下 现在不用说了 水箱已经废了 好了好了 朋友们 我赶快跟他联系拖车 把他卸下来 七郎 两个七郎跟他抱了之后 仪表台也废了 这车损失有点严重 好了 等一下我们下车再说吧 现在这个巴达的话 损伤比较厉害 前面几乎都毁完了 水箱冷凝器 中网两个大灯 包括防钻梁 还有个基盖 现在在这个香火上 然后叫了拖车过来 拖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损伤有多严重 包括衣表台里面 确实有点吓人 好了朋友们 我们修的时候再说吧 拖车已经过来准备卸车了 拜拜朋友们 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刚刚 你们看了上一个视频的话 都知道那个 一七款的八道 它是2.7的排量 那个头 是他在租赁公司租的 但是具体什么租赁公司 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我也没有详细去问过 是属于其 其他人的车子挂在租赁公司 然后他们有租赁公司 那租赁公司 coastal 他们没有签任何合同 也就是说没有签合同 全部是口头协议 出了事之后 他也打电话问过 没有三折弦 没有车存弦 只有一个交强弦 我说真太服了 这种情况 这位可能也是因为 朋友熟人之间 才会这样租的 要不然的话根本不可能 租赁公司如果说没有保险的车 是不允许租出来的 这个是违法的 当然这个懂得人自然就知道 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说这么多也没用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的话 损失有点大 这个车子如果全部跟正常配件 在适合时间修下来的话 太吓人了 我们大体的看了一下 农门架已经废了 水箱 冷凝器 前杠 中瓦 两个大灯 加上还有一些苦料 还有个鸡干 还有两个安全气囊 还有一个仪表台 还有安全带 这笔费用相当下的 而且我也问过 包括正常材料跟素常材料之间的差距 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看他们自己去怎么协商了 车子在停车场 我找拖车下车的时候 然后车主来了 这个霸道车主来了 霸道车主来了 就跟这个注册人说 他说不愿意去外面的修理厂修 要去4S店 但这个我是全天我也跟他说了的 我说车主来了 愿意到哪里去修 人家车主的医院 当然你们去沟通 其实是你们的事情 对吧 他们就拖去拉萨4S店了 拖去拉萨4S店的话 可能这个承担下的费用 确实有点吓人的 他们自己去协商吧 当然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建议大家租车 还是要去正规的 租入租赁公司 哪怕价钱贵一点 所有的手续 办得是规规矩矩 真正常常到 那就是最好的 因为我之前视频里面也说过 有一个山东的老高 租一个27的霸道 去阿里 在杂志拉摩托里面 乘了水泡车 泡得非常严重 泡完了的 我花了两天时间 跟他拖出来的 那个车子也没有保险 跟租赁公司打电话 他说没保险 租赁公司还不允许他 在外面修 必须要拖回去 由租赁公司来修 所以 当然后期的话 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去过问 包括他这个车子 也是一样的 他们现在就绕开了租赁公司 就直接跟那个车主 沟通了 因为这种情况 我怀疑是什么情况 我怀疑是他去找的 这个租赁公司 然后这辆车 也是挂到租赁公司名下 当然是作为朋友 也就是说 我开了租赁公司 你把车子放在我这里 有人租 我就 你就把车租给他 就是这样的 没有过任何的 签合同协议的手续 包括他租车 也没有签合同协议的手续 所以就成了一种 大家就是一种口头协议 最后把事情搞成这样 非常难受 而且他追尾别人一个库路车 还赔了别人四千 库路车的后杠灯 后面还上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他都赔了别人四千 然后从那个普南县 找拖车 把车子背到那个阿里 四全火 花了两千多 然后又从阿里 找到一个顺路车 回拉萨的 那种大货车 花了两千 这相当于 这一次运费 再挺过来 再加上赔偿 别人的 就花了将近一万了 如果再加上修车的话 这边 这有点吓人的 哎呀 说句实话 看着我就有点头大 当然 这个车子的话 他过不过来修 我也不敢确定 他们已经脱去四十年了 因为车主有要求 我也跟他说了 反正你们自己去协商吧 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 跟你们来过 就是说我 如果你们要来修 不管是谁找到我 那我只能够找我的人 来跟我协商 哪些 我也跟你明确告诉你 换负长件 还是换正常件 哪些地方是修复 还是换件 因为这个车子材料 确实太贵了 想一下前面烂了那么多 包括安全气囊 安全带 仪表台 那一块 加上修理费下来 也是挣到不少 前面房装量也 也装烂了的 好了朋友们 不说了哈 到时候 看他们自己去协商 怎么处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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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